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i 好久沒見了 今次就想來分享7-8月的最愛片 我記得好像7月的最愛好像沒有分享給大家的 今天就連這兩個月有什麼好用的產品告訴大家 我們馬上去片 肌然極潤的爽膚水 這支大包裝是我自己在日本出旅程的時候買的 我記得香港好像還沒有這支大的版本 我一直都很喜歡肌然極潤的爽膚水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的保濕力很夠 味道很濃稠 但又味道最水狀的爽膚水 但我自己很習慣會拿它來濕敷 因為最近雖然天氣開始變涼了 但7-8月的時候也是非常熱 一天都會開冷氣 所以其實會很抽乾自己本身皮膚的水份 所以我也習慣了 如果有時間我都會拿它來濕敷 所以說真的我不是開了很久 我只用它來濕敷 我都用了很多 如果大家想找一支100多元的價錢 然後又很好用 可以用來濕敷 保濕力又夠的話 我也很推介這個肌然極潤的爽膚水 給大家看 Abonino 是不是這樣讀的 一個32塊的面膜 很多人介紹過這個早神面膜 本身的用途就是化妝前就可以用的 它有三合一 就當成是洗臉 精華和臉霜 我也會照洗臉才用它 但我自己很喜歡用 其實我裡面只剩下一兩塊 裡面什麼都沒有 每一次包它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好像有拉提的感覺 因為它很fit 它不會有多餘的感覺 它對比一包裡面有很多面膜的面膜 面膜是厚很多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的紙質很差 然後很難張開來敷 這個是比較厚的 容易敷一點的 我覺得它cutting很fit我的臉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flash 所以早上敷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醒神的感覺 我不是敷它一分鐘 我可能要敷它兩至三分鐘 或者五分鐘 JORMANI的潤唇膏 這支潤唇膏扭出來 它就是有一點點顏色 它塗上嘴的顏色其實也是很淡 不會蓋到你自己本身的水 不像flash那支紅色的有色潤唇膏 真的好像有一個唇色的 這個就淡很多 但它是真的很潤 而且每一次拿出來你都會很想用 每一次帶出去 哪支潤唇膏你一定會帶它出去 我正在用的顏色是2號色 我手尾給大家看看它的顏色 它真的很淡 其實不是很覺得有一點點顏色在這裡 有時候你掃眼 然後又想塗上唇膏的話 這個顏色我也覺得很合理 之後就是化妝品的部分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最近經常都用它 MAC的這個Pret and Pipe 有看我上一條妝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不太建議大家用水 來沾濕海綿再上底妝 因為這樣會令到粉底液好容易氧化 這個是我上網看回來的 所以由當時我知道這個紫色開始之後 我一直都有用皮膚的噴霧 我現在就會用這個MAC的噴霧來噴濕海綿 雖然它沒有令到海綿發脹得那麼厲害 但我覺得底妝會持妝了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感覺 覺得那個粉底沒有那麼容易氧化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用這個噴霧 噴在海綿上 我最近都很迷了 好用它 就是Lancum的粉餅 它的粉真的很優勁 這盒Lancum的粉餅 其實就是Tint and Miracle的 Natural Light Creator 不知道什麼什麼 Pressed Powder 我正在用的顏色是3號 我自己覺得它首先是Coverage很好 我最近都很習慣用粉餅來當作碎粉定妝 一來因為其實最近都很多機會面對鏡頭 那面對鏡頭的話 其實我覺得碎粉的遮瑕力就不夠了 再上多一層的遮瑕力的話 我就會選擇這些粉餅來上妝 我覺得皮膚看上去的質感會更加細緻 可以給大家看看我今天都用這個粉餅定妝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今天用的是Dior Bestage的粉底 我覺得它的遮瑕力就中度左右 不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還是再找一個粉餅來定妝 我就會覺得剛剛好 這一支就是我很喜歡用的一個外國品牌的lipstick 我正在用的顏色一個是南瓜色 一個是偏橙的顏色 那個顏色我會打在info box上 讓大家看看它的顏色 是一個很深的顏色 是liquid lipstick所以很快乾的 而且它的延展度很好 我自己覺得上去的感覺很好 真的這樣的 它的顏色很飽和 算是沒有那麼乾的 對比是Cat Von D的liquid lipstick來說 我自己稍微用這個 我覺得日常來說就太深色了 這個又有太橙 太跳通的顏色 所以我今天也是用了它們的 但我會混合這兩隻顏色 我就底層塗了這個南瓜色 之後再上這個橙色 變相就是現在這個嘴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嘴的顏色會容易上很多 而且我自己上嘴的感受 上次Cat Von D的那個 所以我自己感覺上是顯乾紋一點 即是嘴紋一點 這次這個就好很多了 而且Cat Von D的那個 的時候會有一些好像黏住了 有點漿糊的感覺 但這個那個 其實也有黏的 但那個感受度就低一點 即是沒有那麼黏 也不是完全不黏的 因為始終liquid lipstick 這個那麼實色的東西 都是有點黏黏的 而我的經驗 我最近就很喜歡用它 因為它的飽和度很高 跟著還有顏色很漂亮 所以我最近都很迷這支 這個就是一個紫水晶淡香水來的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香噴噴的環境 我自己會睡得舒心一點 所以我就找了一隻 我覺得睡前都比較適合的香水 其實這個就是大約一年前 我在日本跟朋友玩的時候找的 它的味道就是清新花果的果掉 然後前味就是綠葉汁液和粉紅葡萄油 粉紅葡萄油那個是什麼味道 然後中味就是雅致脫俗一點的 它就說是有布加利亞玫瑰的花蕾 也是真的有玫瑰味的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味草 然後後味就是一個太陽目 還有也是不知道是什麼 那這一種 它說到這三種味 其實我鼻子不太靈敏 我主要聞到玫瑰的味道 它噴出來是很適合睡前噴的 但是如果你睡前 是不喜歡聞那麼濃的花香味的話 就不建議噴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 女人一點的味道 我稱之為 它沒有那麼女性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這種的味道 如果我喜歡一些木掉的味道的話 可能這一種就不適合你了 如果噴新的話 我覺得有點濃的 我主要是噴床的周圍 讓它的味道中和一點 就可以入水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我的最愛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時 可以看到我即時出新片 想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 可以分享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次再見 拜拜